关于杨永龙硬调平叛 在尊义辅制中有详尽的记载 万历十三年四川琼部及雷波土部进攻成都 杨永龙奉调带领波兜兵远征松攀 四年十二月貌似攻下天心屯 建大公于朝廷 万历十六年正月 穷部叛军兵分两目突袭官军驻地 大乱中波州统帅杨永龙一马当先率军冲杀 最终杀退敌军 以此次奉调出征及邪赫的战功 使得杨永龙屡受朝廷封杀 并获封票其将军一职 考虑过往的功绩 万历希望对杨永龙枉胎一面 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另一个原因则是 波州的实力太强大了 那么它东边到了正远 南边到了丹寨 阳河这一带 西边是超过了金沙 北边就是跟其江南川和河川这一带结界 因此它南北大概有2000里 就有18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是比前代大增 杨家到了杨永的时候 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他的军队现在按照拼播全书和朝廷作战之类 说的是16万 他的人口没有具体统计 应当这样推算 军队16万 那么应当说 他的人口 我过程估计可能在台湾左右 面对这样强大的地方势力 万历皇帝自然不能轻易制裁 思索再三 五思七星告一状这件事 被压了下来 朝廷只是派人训事杨永龙 让他收敛做事 对不起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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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